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给我生命气息 也能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思考你的话语 求圣灵这个时候打开我属灵的眼睛 让我能看见你的真理 更能让真理改变我的生命 奉耶稣名求 Amen Amen 今天我们查考的这段的经文 其实是上一章十九章的延续 在十九章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青年财主 因为舍不得放下财富 所以没有跟从耶稣 这引起彼得问了耶稣一个问题 他说 我们已经舍弃一切来跟从你 那么我们会得到什么奖赏呢 耶稣的回答 是在十九章里面 他说 我再来的时候 你们会跟我一起来统治 这个新的国度 不当如此呢 你们今生也会得到百倍的回报 那么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呢 是延续 上面的 耶稣用了一个比喻 来澄清他对彼得 所说的那段话 好 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 马太福音 而十章第一节开始 因为天国好比一家的主人 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 他和工人讲定 一天一个银币 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 因为在上午九点钟出去 看见市场上还有闲战的人 他就对那些人说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我会给你们喝礼的工钱 他们也进去了 约在正午和下午三点钟又出去 他也是这样的做 约在下午五点钟出去 他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 就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整天站在这里闲战着呢 他们说因为没有人过 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到了晚上 园主对工头说 叫工人都来 给他们工钱 从后来的起 直到先来的为止 又在下午五点钟 雇人来了 个人领了一个银币 那些最先雇人来了 以为可以多领 谁知 也是个领一个银币 他们领了工钱 就埋怨那家的主人说 我们整天劳苦受热 那些后来的只做一个小时 你仅待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主人回答囚中一人说 朋友 我没亏待你 你与我奖定的不是一个银币吗 拿你的钱走吧 我任意 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 难道我的东西不可以随我的意识用吗 因为我做好人 你就眼红了吗 十六节 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 当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问 这个比喻的背景是什么 这样我们看上下文 你可以看到 一开头二十章第一节 因为天国好比一家的主人 清早去雇人 敬他的葡萄园做工 这里有一个因为 这就是指跟前面十九章的 是有关联的 第二 当我们把十九章三十节 也就是前一章最后一节 跟二十章十六节 做一个对比的时候 没发觉到 两节的经文 其实是相似的 这里十九章三十节 讲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要在后 将要在后 在后的将要在前 二十章十六节讲 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很明显的 这两节的内容是相似的 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 是要进一步的来解释 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节 彼得是问的问题 彼得问什么 他说 看了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你 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所以是讲到 能够得到什么 好 园丁的比喻 现在呢 让我们比较 仔细的看这个比喻 在巴勒斯坦呢 葡萄是很重要的一个农作物 葡萄呢 通常是在秋天的时候收获 成熟的葡萄 一定要在短时间里收获 不然呢 果子就会烂掉 园丁呢 通常都是临时的雇工 园主呢 会到零工市场 去聘请园丁 然后呢 当天就结算工资 通常的工作的时间呢 是早上六点到傍晚六点 一共是十二个小时 在耶稣的这个比喻中 这园主呢 是清晨六点的时候 就聘请了一批的园丁 而且呢 跟他们讲好价钱 一个银币 原文呢 是denarius 也就是当时一天 工人会赚的 赚取的这工资 三个小时后 也就是早上九点 原主又去了零工市场 看到还有原丁没有被聘 他就聘用了第二批 这一次呢 他没有跟原丁定下工钱 他只是说 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 二十章第四节 他说 就对 也就是原主 就对那些人说 对那些他聘请的人说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我会给你们合理的工钱 到了中午十二点 和下午三点的时候 这原主呢 又出去聘请了第三批 和第四批的工人 最后 到五点钟的时候 也就是在收工前一小时 他又去了零工市场 看到还有一些原丁 这些原丁呢 他们等了一天 没有被聘 所以他就聘用了这个原丁 二十章六节这么讲 约在下午五点钟出去 他就是原主 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 就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整天 在这里闲站呢 他们说 因为没有人雇我们 他说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收工的时候 六点的时候 原主呢 就开始发工资 从最后被聘的原丁开始 他们被聘的时候 原主 原主对他们的承诺 只是我会给你 赫里的工资 但是赫里的工资 是多少 他们不知道 照理由 这批人只做了一个小时的工作 所以赫里的薪水呢 应该是十二分之一的银币 因为他们只做应该做十二个小时 但只做了一个小时 而做十二个小时的赫里价钱呢 工资呢 是一银币 所以他们应该得到十二分之一的银币 但是他们得到的却是一个银币 而不是十二分之一的银币 那么那些工作比较久的原丁 以为自己会得到比较多的工资 而不是一银币 应该得的比较多 但是呢 所有的原丁 不管是做了一个小时 三个小时 六个小时 九个小时 和十二个小时的 都得了同样的工资 就是一个银币 于是呢 那些得了十二个 做了十二个小时工作的原丁 就埋怨原主 说他不公平 为什么这我们做了十二个小时 我们得到的这个回报 跟做了一个小时的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埋怨 那我们看原主是怎么回答 第一原主说 我没有亏待你们这些 做了十二个小时的原丁 他说我们已经讲好 起初就讲好 工资是一天 一个银币 二十三节 经文这么讲 主人回答其中的一人说 朋友 我没有亏待你们 我与你们 你与我 讲定的 不是一个银币吗 讲好的 一个银币 我现在给了你一个银币 我没有亏待你 第二 原主呢 有权 给超出和你的工资 因为钱是他的 他要对某些人 慷慨是他的权利 所以马太福音 二十章十四节 原主这么讲 他说我乐意 给那些后来的 和给你的一样 难道我的东西 我的钱 不可随我的意识用吗 第三 原丁的埋怨呢 这做了十二个小时的原丁 他们的埋怨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妒忌 二十章十五节说 因为我做好人 你就眼红了吗 所以耶稣最后的结语 是这样的 那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从次序来解释 那最后的 那在后的 就是指那些 只做了一个小时的 这些原丁 他们最早得到工资 那在前的 就是那只做了十二个小时的原丁 他们是最后才得到工资 但是从回报来解释呢 那些因为只能得到 很少回报的 却得到出福意料的大回报 他们只心里想 我只能够得到十二分之一的银币 但是他们却得到了很大的回报 所以在后的就变成在前的 那些以为自己会得到很大回报的 最后呢 其实在他们眼中 得到很少的回报 所以在前的 反而变成在后的 那我们思考 如何应用这个比喻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当神拯救我们 他也邀请我们来侍奉他 我们成为他葡萄荣里的原丁 在神的葡萄荣里面 有些原丁 已经侍奉了很久了 因为很久以前 他们就认识了耶稣 他们就进入了这个葡萄荣 有些呢 可能是刚刚开始侍奉 因为他们刚刚才认识耶稣 这个比喻的重点呢 就是教导我们 对侍奉的回报 当你侍奉神 你是一个原丁 在这个葡萄荣里面 工作的时候 你对这个回报 应当持有 怎样的一个态度呢 第一 你心里要充满感恩 这些原丁 原本是没有工作的 本来他们是要恶毒子的 但是这个原主 聘请了他们 给他们工作 同样的 我们原本是没有资格 在天国里侍奉 因为我们原本是属于撒旦的 我们不是属于神的国度的 没有能力 没有资格在这个葡萄荣里面工作 但是耶稣拯救了我们 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 还预备了这个侍奉的岗位给我们 这完全是恩典 不是我们应该得到 所以我们的心里要充满感恩 为了能够侍奉 而心里充满了感恩 这是第一点 很重要的一点 使徒们能撇下一切来跟从耶稣 是恩典 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 他们就会跟那个青年财主一样 放不下财富 地位 不能够来跟随耶稣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能够侍奉 而感谢赵美神 第二 我们不要计较回报 我们侍奉神 不要计较回报 要相信上帝会给公平的回报 因为祂是公义的神 祂一定会给我们 恨理的工钱 恨理的回报 祂不会亏待我们 就好像这个圆主 祂答应所聘用的这些人 你们会得到恨理的工资 所以我们不要把心思放在这个回报上 总是计算我的侍奉能得到什么回报 耶稣给的允许 重复的出现在三本福音书里面 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 这么讲 凡为我的名撇下凡物 或是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 将得着百倍 并且承受永生 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 同样的说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我 为我和福音撇下凡物 或是兄弟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 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 就是凡物 兄弟姐妹母亲儿女田地 并且要受迫害 来世的永生 最后一段是在路加十八章二十九节 同相似的经文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是为神的国 撇下凡物 和是妻子 宣弟父母儿女的 没有不在今世得更多倍 而在来世得永生的 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些允许 神会公义地回报我们一切的侍奉 第三 在侍奉中不要比较 不要比较 比较会使我们眼红 比较会使我们心里会有妒忌 神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安排 在约翰福音里 耶稣预言 彼得将要遭遇的未来时 有这样的记载 在约翰二十一章十八节 我读给大家听 耶稣预言 彼得将要发生 未来将要发生的事 他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也就是彼得年轻的时候 自己树上带子 随意来往 到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树上 带你到 不用 不用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 是指彼得怎样 使来荣耀神 彼得转过身来 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 跟着也就是约翰 他就问耶稣说 主啊 这个人怎样呢 他说 我在年老的时候会寻难 会死 但是这个约翰呢 约翰怎样呢 耶稣对他说 假如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还在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跟从我吧 耶稣同样的今天要跟我们说 你不要看别人 不要看别人的回报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你跟从我吧 彼得问耶稣 约翰会怎样的 会有怎样的未来 耶稣说 这跟你没有关系 你只要跟从我就是了 今天 耶稣同样的对我们说 你不要看别人 事奉的回报 这跟你没有关系 你只要来跟从我 这时候 让我们 花一点时间来反省 今天这一段的经文 你有没有为你能够事奉 心里充满感恩 还是 你想减少事奉 甚至想放弃事奉 因为你觉得 没有得到合理的回报 你相信耶稣会合理的 给你回报吗 还是你常常计算 付出多少 得到多少回报 甚至有时感觉到 甚至有时感觉到 回报太少了 你有比较的心态吗 觉得别人得到的回报 比你所得的回报更多 耶稣说 这跟你什么关系 你来跟从我 最后 让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神 我今天再次的来到你面前 谢谢你让我 能够在你的葡萄园里面工作 这完全是你的恩典 主啊 我心中充满感恩 主啊 求你帮助我 不要太计较 我得到的回报是什么 不要太计较 我付出多少 得到多少回报 帮助我 我知道 你是公义的神 公平的神 你会给我 恨理的回报 主啊 求你帮助我 把这种比较的 这种心态 完全挪走 求你帮助我 记住 你所说的话 这跟你什么关系 你来 跟从我 主啊 我只要 紧紧的 跟从你 将祷告 祈求 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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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继续思考 这经文如何应援在你的生命里 然后求圣灵 对你说话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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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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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